它的下半部是除湿機 上半部呢 這裡就是循環扇 所以你可以把除湿循環 然後要乾衣服等等的功能 就一次搞定 它採用的是除湿輪式的除湿機 它不是一般的壓縮冷凝式的除湿機 所以呢 如果你在冬天這種天氣比較冷的時候來使用 也不會降低它除湿的效率 而且它每天的除湿量有達到5.8公升 那其實也是相當有效率的一款除湿機 今天的最後面呢 有大家期待的抽獎時間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並且要開啟CC字幕喔 這個開箱 這個台灣這麼潮濕的天氣 一定要有除湿機 這是必備的 而且其實像現在啊 比如說有時候會下雨或什麼之類 曬衣服都曬不乾 所以有些人就會想要把衣服拿到房間裡面去曬 那這時候除湿機也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但是如果你要在房間裡面做這種曬衣服啊 然後夏天又熱的時候 你就會再去搭配風扇或是循環扇去吹它嘛 那如果說家裡空間很小的時候 你就要擺好多台機器 就不太方便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就是一款非常好的一個 二合一的解決方式 就是我們現在眼前大家看到這個 日系家電 日本Iris DDC60 乾燥循環除湿機 顧名思義呢 它就是結合了循環扇跟除湿機 二合一 同時又可以除湿 又可以讓你當成這個 吹涼風的風扇 那我們就來看看它到底設計成什麼樣 那怎麼樣來使用 首先今天這個循環除湿機呢 我們有拿到兩個顏色 但它都是做成就是莫蘭迪色系 就有灰階 然後低飽和的顏色 做成很有質感的 那很容易去融合到你家裡面的裝潢 而且你會發現啊 它其實呢 體積很小 所以它的這個體積 甚至比一般就是單台的除湿機還要小 可是它又可以一台去結合兩種功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結構囉 它的下半部啊 是除湿機 上半部呢 這裡就是循環扇 所以你可以把除湿循環 然後要乾衣服等等的功能 就一次搞定 它採用的是呢 除湿輪式的除湿機 它不是一般的壓縮冷凝式的除湿機 所以呢 如果你在冬天這種天氣比較冷的時候來使用 也不會降低它除湿的效率 而且它每天的除湿量呢 有達到5.8公升 那其實也是相當有效率的一款除湿機 你看喔 它除湿完之後呢 水箱在這裡 它有點像在那個掃地機器人裡的水箱 你就這樣把它取出 然後倒掉 就可以了 然後它背後這裡呢 就是它的濾網囉 所以它 有一個濾網的設計 是這樣子 那它是 零耗材的 它就是用這樣子的方式來過濾一些物質 這樣子 所以就設計在這裡 那你就定期去把它沖洗一下 就OK了 其實就蠻簡單的一個結構 再來呢 上半部的部分 風扇長在哪裡呢 長在最上面 如果你要吹 你的人的時候 你就像這樣把它壓下來 有沒有看到 然後你可以左右轉 就是調整它的角度 然後它還可以上下去調整角度 就是它風扇的部分啦 這邊有電源嘛 我們把它打開 噢 它風力蠻強的 聽起來 那這裡你就可以去調呢 你的 循環扇的弱 弱中強風 然後擺頭呢 有50度 70度 90度 等等的角度 可以選擇 那廚師呢 也可以調整廚師的強度 如果像剛剛講說 你是要乾衣的話 你就可以把廚師的功能調到強一點 然後同時呢 也可以把 循環扇的風調強一點 這樣子的話 效果應該就會很好 很快就可以讓衣服都乾了 那另外它也有 簡單的定時功能 你可以定2小時 4小時 8小時 另外呢 你也可以單獨去開關你的廚師機 或者是風扇 不一定要兩邊同時運轉 一般我們比較常看到是廚師機結合清淨機 但它是除濕機結合風扇 但我覺得還蠻適合台灣的夏天的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來介紹的 這個日本IRIS DDC60 乾燥循環除濕機 最後呢 是我們的抽獎時間啦 我們今天的獎品是 Koizmi的負離子大風量吹風機 KHD9600 TV 這一個款式的紫色 一台 那來給一位幸運的觀眾 只要你完成以下兩個步驟 第一次訂閱我們的頻道按讚影片開啟小鈴鐺 第二次在影片底下留言 hashtag折折開箱 那你就有機會可以來獲得這個禮物囉 那所以呢 大家在留言的時候也可以跟我們分享 又熱又濕的夏天你是怎麼度過的呢 那你家裡面配備了哪些的這個 家點來度過夏天呢 都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那請大家踴躍來留言 我們今天的開箱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